在半决赛对完韩国阵容值的比赛之后 你告诉我说 你这次真的是为国家而战 你死在场上都无所谓 他是国平史上最快的大满贯选手 在离于奥运会上重伤不下战场 这期间他一共打了七针封闭 他强忍疼痛 一一击之力扫清半个赛区所有障碍 只为将奥运男单金牌留在了中国队 今天老K就带大家回顾 张继克为国而战的艰辛之路 在离于奥运会上张继克以0比4败给了马龙 有人感慨 有人讽刺 但是如果你了解张继克当时的身体状况 那么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在离于奥运会时 论状态 当时的马龙正处于巅峰时期 而张继克的状态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但他们两人一个惊艳了时光 一个温柔了岁月 张继克当时在二王一马的时代 硬生生地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所有人都觉得他的人生是顺风顺水的 然而并没有人知道张继克在辉煌之前都经历了什么 少年时的张继克曾因违反对归被罚出国家队 被退回省队的他 当时觉得人生一下子就失去了光芒 人就已经完全涣散了 就是完全不像原来的时候那种得意那种自信 那种自我这种膨胀的这种感觉 好在当时刘国梁及时找到张继克谈话 于是他在回省队后并没有因此消沉 反而是更加专注的训练 然后到了2006年他再次重返国家队 这就使他发现 曾经那些不如他的同伴们早已成为了世界冠军 而曾经那个天才般的少年 却被抛弃在一个无人关注的角落 于是他就拼命地给自己加恋 想办法缩小自己与队友之间的差距 2010年对张继克来说是人生的转折点 三 这样张继克又圆了一个梦 张继克离他最后的冠军 那么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个男子世界杯的决赛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浩 拿到了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作为一个陪练选手 他当时得到参赛的机会非常少 但在一次比赛中 刘国梁在赛前五分钟换掉王浩 决定派替补选手张继克上场 对于当时亡命之徒一般的张继克来说 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于是他连维授命一举拿下比赛胜利 最终不如使命帮助中国队完成了任务 来到2011年后 他又握住了第二次机会 在第51届路特丹市拼赛上 他成功战胜王浩 成为新进市拼赛的男单冠军 而他夺冠后私衣服的场面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 同年 张继克再次在世界杯决赛中打败王浩获得冠军 赛后他又一次狂甩球衣 露出了雄鹰纹身经验世人 时间来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 张继克又与王浩在决赛中相遇 也就是在这次的决赛中 他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大满贯 445天的第一个大满贯 他也成为国平史上用时最短的大满贯得主 虽然这一切都看似那么的顺风顺水 可只有张继克自己知道其中的心酸 据统计他三年中一共打了六针封闭 硬是把一天的时间当三天来用 封闭针对运动员的危害是非常之大的 打一针封闭 运动的寿命就可能会减少半年到一年 而他自己的腰上也在多次外战中逐渐力不从心 于是张继克在实现了大满贯后 自己开始陷入了低迷期 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在训练期间他一直调整自身的状态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 张继克在与对手郑荣职的一站上腰上复发 并且是肉眼可见的疼痛 看到他在场上为了救球而跌倒 但又一次次的扶腰咬牙坚持 半决赛对完韩国郑荣职的比赛之后 你告诉我说你这次真的是为了 你死在场上都无所谓 这次团体比赛我认为自己还是做到了 这一切就如同他所说的愿意为国家而战 这六年间他一共打了七针封闭 甚至职业宁愿死在球场上 也要拿下比赛的胜利 在里约奥运会上他强忍疼痛 以一己之力扫清半个赛区的所有障碍 只为将奥运男单金牌能留在中国队 虽然在决赛会是马龙后以零比斯输给了对方 但张继克却用自己的行动 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国平的霸气和自己的一点私心 而后在男双的决赛中 张继克又是和许欣配合顺利拿下男双冠军金牌 然后在世人面前上演凶冬的庆祝方式 而在男团决赛后 张继克则趴在护栏上接受着记者采访时 才把自己腰上的真实情况向世人透露 张继克虽然是史上成就大满贯最快的选手 但有多少人明白 以他为代表的国平运动员等员一路走来 所背负的压力和隐忍的艰辛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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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